过年招待贵客上档次的 十道花样美食 最后一道真的超有面子 第一道 谁能想到 把木耳放进油锅里炸一炸 出锅瞬间 就是一道大儿孩子都爱吃的美食 首先准备五毛钱的木耳 放一勺盐和面粉 再倒入四十度的温水 加入盐可以使木耳快速泡发 面粉能吸附木耳表面的灰尘 每天更新一道家常美食 您可以点赞 留个关注 以后想吃不会做 还能找到我 洗净后 挤干水分 碗中打入两个正经的母鸡蛋 加盐十三香 两勺淀粉和面粉 一碗清水 搅拌成稠一点的面糊 倒入木耳中 抓匀 使每块木耳都裹上面糊 五成油温下锅炸 切记一定要开小火 不然木耳容易到处崩 炸至金黄酥脆 即可捞出 这样做的炸木耳 小朋友一口一个 好吃到停不下来 你也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第二道 年夜饭的第十二道菜 开口笑 寓意生活甜蜜 笑口长开 首先把红枣清洗干净 从中间剪开 取出果盒 200克糯米粉 加50克温水搅拌均匀 揉成不沾手的面团 揪一小块 揉成小丸子 放进红枣中间按压紧事 放入盘中 水开上汽蒸十分钟 分享是一种美德 点赞是一种情怀 正如低调有内涵的你 悄悄点赞 非常感谢 最后淋上一圈桂花蜜即可 一道好吃的开口笑制作完成 明天分享年夜饭第十三道菜 记得点赞收藏 第三道 注意看 年夜饭的餐桌上第十二道菜 肯定少不了这道招材进来 第一财运滚滚来 做法简单好吃又好看 首先准备八脑前一斤的口膜 用我的手掰掉 根部留着背影 整齐摆入盘中 口膜中间打入鸩唇蛋 最近我都在很用心的分享 简单好吃的年夜饭 今天这个视频 就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星 支持一下吧 非常的感谢你 水开上锅大火蒸七分钟 放上葱花鳞热油激发出香味 浇上一勺清蒸白灼汁即可上桌 这样做的招材劲宝 肯定是年夜饭餐桌上 最先抢光的一道菜 第四道 您可要看好了 这是最近火爆全网的西兰花新吃法 清脆爽口不油腻 做法比烧开水还要简单 建议收藏 五毛钱一斤的西兰花 先加一勺面粉 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再加清水浸泡20分钟 这时候 以张大嘴巴看一看 杂质和虫卵全都泡出来了 然后再用长浆水清洗干净 锅中水开 加一勺盐 一勺食用油 放入西兰花 焯水60秒 这才是蔬菜翠绿不发黑的关键 准备一个公土豆 切成薄片备用 我每天都会分享简单的做菜技巧 您就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西兰花煮熟后捞出 头朝下摆入一个空碗中 盖上一个盘子里它翻过来 这样就能摆出一个团圆的造型 空碗中放蒜末 红椒丝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接着放一勺蒸鱼齿油 搅拌均匀 淋在西兰花上即可 这样做的白灼西兰花 脆嫩爽口 喜欢就点个赞收藏做起来吧 第五道 这道黄鸡肉蛋卷 是我们家乡过年必吃的一道硬菜 寓意来年花开富贵 大富大贵 趁着还没过年 大家可以学一学 肉末里加姜末 葱花 食盐 鸡精 胡椒粉 一勺淀粉 再打入一个母鸡蛋 用你发财的小手搅拌均匀 空碗中打入五个母鸡蛋 用筷子搅散备用 锅流底油 加入一勺鸡蛋液 轻轻晃动平底锅 开小火慢煎 这样炭的鸡蛋饼厚薄均匀 把肉馅铺在鸡蛋饼上 用你的小手把鸡蛋饼卷起来 卷成我这个熊样即可 上蒸锅中火蒸半小时 放凉后切成薄片 最后摆一个好看的造型 就可以开吃了 过年你也试试吧 非常胆现 第六道 马上就要过年了 年夜饭的餐桌上 一定少不了这样的糖醋鱼 酸酸甜甜 家里的大小朋友都喜欢吃 首先把鲁鱼像我这样打上花刀 方便入味 加一勺盐 葱姜 料酒 用我打麻将用前的小手 抓拌腌制15分钟 碗中放两勺面粉 两勺淀粉 有条件的打入一个 本科学历的鸡蛋 再加小拌碗水 调成能拉似的酸奶状 然后放入鲁鱼 把面糊均匀的淋在鱼身上 六成油温下锅炸 用手固定 炸至金黄酥脆 捞出放入盘中 好吃的关键 就是这个糖醋汁 碗中加5勺清水 4勺番茄酱 3勺白糖 两勺白醋 一勺淀粉 搅匀倒入锅中 小火熬至粘稠 最后浇在鱼身上 再来点芝麻和葱花点缀一下 这样做出来的糖醋鱼 特别适合年夜饭的餐桌上 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哦 第七道 以后家里来客 一定要安排这道蒜蓉粉丝娃娃菜 做法简单 绝对是还没上桌 就被抢光的一道菜 树上摘的娃娃菜 把刀切开 再切成四半 水开加一勺盐 和食用油 下入娃娃菜 我已经发了200多个作品 还是没有得到您的关注 真是太惨了 这个视频 您就点个关注吧 你的厨艺一定会越来越棒 烫一分钟捞出 摆入盘中 放上泡好的粉丝 碗中放蒜末 小米辣 浇上热油呛香 再放生抽 蚝油 盐鸡精 白糖 搅拌均匀后 铺在粉丝上面 水开大火蒸八分钟 然后撒上葱花 淋上蒸鱼齿油 最后浇上冒烟的热油呛香即可 家里来客 你也整上一道 全家人都夸你是大厨 第八道 梅菜扣肉 到底怎样做才好吃 今天把我做菜60年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 首先选用这种三层五花肉 冷水下锅 加葱姜 料酒煮30分钟 熟透后捞出 用竹签给它扎88个小孔 然后把表面的水分吸干 均匀地抹上一层蜂蜜 油温6成热下锅盏 盖上盖子防止油溅出来 炸个五六分钟 表皮金黄酥脆捞出 放两起虎皮状 切成7毫米左右的薄片 我每天都会分享简单家常菜 您就点个关注吧 下次想吃不为做随时能找得到我 再加盐鸡精 辣椒粉 生抽 老抽 蚝油 1.5香粉 给它抓拌均匀充分入味 整齐的摆入碗中 盖上泡好的梅干菜 包上保鲜膜 水开上汽蒸两个小时即可 这样做的梅菜扣肉 软烂入味 全家都喜欢